今天我们的任务还比较重好 我们要把那个主持 第五个来是疏导主持 这里我们看 这个给大家打出来的幻灯片上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里说疏导主持是在植物当中 长距离的输送水分和养药的长距离 就是说从叶到根 或者是从根到叶这么长的距离 那么你们都会想会不会有一个短距离的 短距离的有 短距离的那种主持 我们不叫疏导主持 知不知道叫什么主持 短距离的运输叫转速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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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细胞胞包进链是很丰富 这个不在我们的学习范围里 但是大家要知道短距离的输送是靠短速主持来完成的 长距离的输送呢 这就是靠输导组织来完成 输导组织来完成 由于是进行长距离的输送 所以说输导组织呢 一般都是只为管状 平管状 长管状 上下来相连 由于它是在整个植物体内输送 所以说整个在植物体内贯穿了的 就是这个输导组织 这个细胞和这个细胞之间 它是这么接在一起的 上下贯通的 贯通的 在贯穿着整个植物体内 那么输导组织在分内的时候呢 大家注意好 每一个组织都分内的条件都不一样 输导组织在分内的时候 我们是根据它的构造 还有主要呢 根据它运输的物质的不同 分成两个大类 一个呢 它的存在部位是在木质部当中 木质部当中 这一类呢 主要是输送的是水分和无机盐 这一类叫做管包 或者是导管 之所以有管包和导管 待会来讲 这是不同的植物 不同的 命运类呢 是在忍皮部当中 忍皮部当中 那么忍皮部木质部这个概念呢 我们在后面解剖学的时候 再给大家讲说 这个这里面呢 主要的是腮管半包 提到腮管叫做半包 因为腮管呢 它没有细胞核 它的生命活动是靠半包来控制的 这两个是不能分的 不能分的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腮包 那么这个名字很怪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它是在罗子植物当中存在 忍皮部当中输送的呢 主要是有机云氧物 那么我们就知道了 输送水分的呢 是在木质部里面 所以说从根下面吸到水 无济盐要倒到叶呢 它走的是植物体的里面这个通道 叶上面合成的这些养料 要达到根部呢 是从外面这个树皮上面 运输的 所以说你把树皮给它包掉以后 然后上面的这个通道就阻断了 对吧 那么下面的根得不到 营养就会死 对吧 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谁说怎么 人怕伤心 树怕包皮 对吧 所以树很怕包皮 你把皮包掉以后 你把它的这个 输送有机养料的这个通道就给阻断了 所以树皮一旦被包掉以后 它就会拼命地长 如果你包的距离比较短的话 它会很快地长在一起 很快地就会长在一起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所以这就是疏导组织 疏导组织 输导组织呢 在一棵大树当中 这个都有 遍布整个大树 这个我们再下一次给大家放一个 那个录像给大家看 因为这里放录像不行 在输导组织里面呢 我们先看输送水分的 导管和管包 那么首先看管包 在整个植物的这个发展史上 首先出现的疏导组织呢 是管包 管包 因为在植物的发展史上呢 绝对植物先出现 以后才是螺子植物 然后以后呢 才有被子植物 所以说我们先学习管包 要说明的就是管包这种疏导组织呢 它是具有多种功能的 意思是在植物植物和螺子植物当中呢 它把那个机械支撑功能和疏导功能还没有分开 这两个功能没有分开 它都交给这个管包来完成 所以说管包即使疏导组织 它也是机械组织 它细胞壁也是增后的 这是一个 所以这是管包 管包之所以叫它管包呢 是这样 是因为管包呢 它不像我们后面讲的导管 管包之间的联系呢 是靠文孔来联系的 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聚原文孔 前面讲聚原文 大家还记不记得 我们讲聚原文孔上面有个文孔塞对吧 那么水分流动度太快的时候 它会把那个水堵住 所以它这个就是靠那个东西 这是管包 管包到进化到被子植物以后呢 管包就只存在于被子植物的叶饼 还有叶脉当中了 另外原始的被子植物 还有管包 没有导管 没有导管 比如说水清树 很原始的被子植物 它里面的输道组织是管包 这是一个 那么管包的形态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书上你这个 我只画了小一点 我管包在这五十页 管包 所以管包的形态来是一些细胞脂径比较大的 这种细胞脂径比较大的 这个细胞脂径比较大的 这个细胞脂径比较大的 有很多这个细胞脂径比较大的 端脂上有很多这个细胞脂径比较大的 由于管包它是一种还可以起鸡脂腎脂腎作用 还有由于他口径比较大 所以它的细胞壁有增厚 有脂腎的加厚 这种脂腎的加厚 有多种类型 有成环状加厚的 有成螺旋状加厚的 这个我们在导管当中来阐述这个 所以这就是管包 它是可端臂 水分的话 下面走的水分的话 就通过中间的这些纹孔 那么很显然 这种通过纹孔来运输水分 这个效率就没有完全 接通得很高 所以这也就是说 有的螺子植物的话 或者是有的绝瑞植物 它只能生活在一些比较潮湿的地方 或者蒸发量比较小的地方 比如螺子植物是生长在高山上 蒸发量比较小的地方 所以这些是属于管包 第二种是导管 导管是由上下贯通的 一些导管细胞构成的 导管是主要存在一辈子植物 注意这个它有存在 就是以后我们在管包和导管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它的分布存在 导管是存在一辈子植物的 输水组织 导管在形成的时候 上下两个细胞相接触的这个面 是垂直的 也就是说是水平的 所以说导管的形成 它这个端壁会被溶解掉 形成一个大的窗孔 形成一个很大的窗孔 上下贯通 当然这种情况下输送水分的效率就很高了 对吧 所以这就是导管和管包 这是不同的 导管在形成的时候 它的细胞壁也是要不停的增厚 并且这种增厚 跟导管在植物体内形成的时期有关 形成时期有关 那么我们书上列的导管的内形 就是根据不同的时期 越早就列在越前面 那么我们就可以分成这么下面几种内形 在植物体内 我们看 从顶端分身组织开始 原分身组织 产生书生的分身组织 然后就开始中化 中间的来形成位板树 这个树 刚开始形成的时候 刚开始形成的时候 这是进肩 进肩是外面的发育 刚开始形成的时候 它的口径比较小 这个时候的导管 它的加厚的方式 就是很环状加厚 就是导管的内壁 它加厚是这么圈一圈的 这种加厚的 这种加厚方式有个什么好处呢 这种加厚方式有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这种加厚的 这种加厚方式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加厚以后 这个导管呢 仍然可以生长 对吧 因为这些地方是没有加厚的 它仍然可以生长 所以最初出现的加厚是环温导管 环温导管 就是一环一环的木质化真厚 这是我们书上这个图 或者是我们幻灯片上的这个图的 这边上这个 那你就要问了 为什么你看它这个环相距这么远呢 这是因为它加厚以后啊 又生长了 所以说每个环之间的距离就显得比较远 显得比较远 这是第一种出现的 那么紧接着如果这种环纹很显然 这种支撑的作用呢不是很好 所以这个口径是比较小的 比较小的 那么口径再大一点以后呢 它就加后来就会呈现一种螺旋状的加厚了 就是螺旋状的加厚 螺旋状的加厚 它对这个管壁的支撑作用 肯定就要比这个环温要大些了 对吧 这种呢我们就叫螺旋导馆 螺旋导馆 螺旋导馆呢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可以见到 比如说我们生个偶的时候 会很多那个细思出来 对吧 那个就叫偶断思连 偶断思连的时候 因为它这个加厚这个地方很容易和出生必分离 所以你把这里折断以后 这个加厚的环温就和出生必分离了 你看它这个是很弹性的 对吧 我们可以观察到 你断了以后它会弹回去 所以这就是螺旋导馆 螺旋导馆 这个是一个 然后再往下进一步的加厚就比较多了 就是导馆的口径就比较大了 比较大了 然后加厚的这个面积呢 也就是比较大 是一个比较面积比较大的 加厚 有一些纵向的加厚 并且这些是加厚的部分 这种就比较宽的加厚了 像这种情况下加厚呢 我们叫做梯纹导馆 梯纹 就像我们从重切面上来看的话 就是像一些阶梯状的 比如说书上的这个 这个七就是一种梯纹 梯纹导馆呢 大家要注意的就是 它在这个端上或者是在这个两个之间 它是有的时候联系的了 很显然植物如果进入梯纹加厚以后 进入这种梯纹加厚以后 进入这种梯纹加厚以后 脂身作用是加强了 但是植物这个导馆就不能够纵向延伸了 或者是弹性就非常有限了 这是一个这就是梯纹 那么进一步 如果这个横向的联中向的联系 进一步增加 进一步增加以后 变得很密集这种情况下 就会使得这个加厚来成一种网状 那就是我们说这个就是网门导馆 就是说中向的联系呢 进一步增加 就是网门导馆 网门导馆 那网门导馆的口径呢 就更大了 更大了 好 再往下 再往下 再往下就是没有加厚的部分呢 成为一些小孔了 没有加厚的部分是一些小孔了 其他的都是加厚来的 那么这种导馆呢 就叫孔门导馆 孔门导馆 所以这就是导馆的五种类型 五种类型就是这样 这个呢 我们在比如说在南瓜 在一些很多植物上 我们可以看到连续的看到 就是从它的最开始发生的地方 到后来形成 可以看到一连续的一个序列 都看得到 看得到 就是一个 孔门导馆的话 口径就很大 比如说 到网门导馆都已经很大了 比如说我们看南瓜的时候 上次我们看南瓜的时候 你看它有两很大的 两个红色的圈 对吧 我跟说那个就是导馆 那个导馆 那个导馆的话 你看它有的时候 切些比较群切的部分的话 会看到它的壁是网状的 是网状的 那就是网门导馆 或者是孔门导馆 这个导馆就很大了 就是上次 原来我们做实验的时候 我们有个同学 把那个片子对得很端正 然后他把那个高背景一放下去 然后转过来一看 就什么都没有了 为什么呢 他刚好把他那个高背景 对到那个导馆的中间去了 就是这样 意思说的口径是很大的 一个高背景的范围 你都看不完 所以很大的一个口径 这是一个 所以这就是导馆 孔门导馆 好 这个是输送水分的 输送水分的 下面一个是输送有机养药物 这是管包 腮包 腮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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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腮管是存在于被子植物的忍皮布 忍皮布 它运输的是有机养药 由于它运输的是有机养药 这个就是个主动运输 就需要能量 所以它是生活的细胞 导馆里面输的是水 或无机养 里面谁说就是它是个死的细胞 它是靠物理的作用 靠蒸腾拉力 或根压 来运输的 这是一个 这个腮管呢 它的这个分化呢 是非常特别的 它的主要形态是在它的这个端壁 筛管的这个端壁 端壁就是这个两个筛管相接的这个部分 这个端壁上呢也是靠纹孔相连 靠纹孔相连 但是这个纹孔呢 是一种变形的纹孔 变形 这个纹孔比较大 比较大 中间呢有这个原生制丝 这么穿过去 穿过去 就是说 上面一个筛管和下面一个筛管之间呢 原生制丝是连着一起的 当然这样就可以允足有机养药了 对吧 所以这个原生制丝叫什么呢 专门一个名称叫联罗 联罗 所以这就是筛管 筛管上面这个端壁 有变形的纹孔这个端壁呢 我们就叫筛板 就叫筛板 就叫筛板 那么这个筛板呢 等一下 实际上的这个筛 没有刨 这个筛板就成功了 这样 这个筛板上面呢 有些零尺了 有些零尺了 给大家采取一下 这个是一个筛管分子 把端壁让把它画得大一圈 因为上面有个结构 然后这次上面还有一个筛管分子 因为这个地方有端壁呢 就是筛管它这个地方要盆大一点 盆大一点 所以你们以后就要不画得起很整齐的那种 那个就看着不像 那上面有变形的纹孔 这个纹孔 这个纹孔呢 这种变形的纹孔呢 我们叫筛 这个筛筒 这个筛筒 那么整个这个端壁呢 我们叫筛板 整个这个端壁 我们叫筛板 筛筒在这个筛板上的这个分布 如果是不均匀的 就是说有的时候有的筛孔呢 它会相对集中分布在一起 不均匀的这么分布的 然后这个相对集中的这个区域呢 叫筛域 这个筛域 就是说相对集中的这个区域 叫筛域 如果这个筛孔 在整个筛板上是均匀分布的 均匀分布的 那意思是说这个筛板上就只有一个筛域 对吧 只有一个筛域的这个筛板呢 叫单筛板 像我画的这个图就有多个筛域了 多个筛域 哦 对 这个叫负筛板 所以这个就是这样 这段概念就理解了 有多个筛域的呢 这叫负筛板 有一个筛域的呢 叫单筛板 筛孔集中分布的区域叫筛域 两个筛管之间 有筛管 两个筛管之间的这个端 这个叫筛板 好在这个筛板的这个筛孔上呢 是有这个原生之丝 穿过 这个原生之丝呢叫联络鼠 叫联络鼠 这是筛管 就是这样一个结构 所以筛管的特点呢 它就是 它是一个生活的细胞 生活的细胞 它是能够进行新陈代谢的 它里面有原生质的吧 对吧 有原生质 但是呢 它有很特殊 它没有细胞核 没有细胞核 没有细胞核 它的能量来源呢 来源旁边的这个细胞 这个叫半包 来源旁边的这个半包 所以说就是这个半包 半包呢 是被子植物的筛管分子 结合着高度特化的一个薄皮细胞 这种细胞特称叫做半包 从起源上来讲 半包呢 是和筛管呢 是从一个母细胞 通过不均等分裂 就是分裂的时候 一般我们讲 细胞分裂的时候 是两个是一样大小的 但是形成这个筛管分裂的时候 它是不均等分裂 一个大一个小 大的一个以后就形成筛管 小的一个就形成半包 不均等分裂发展来的 半包由于它要供应这个筛管的主动因素的能量 所以说半包呢 细胞质就很浓稠 核比较大 细胞质也很多 就生理代谢中的很旺盛 比如说如果我们用药物 把半包的生理活动抑制了 那么筛管的运输能力呢 就会下降或者是停止 就影响它 还有由于他们两个之间很联系 联系很紧密 半包和筛管之间呢 有非常多的包间连丝 穿过 这个就是属于半包 你看这个就是筛管分子 在这个图当中 你看这里画箭头的都是属于包间连丝 很多 然后这个是个半包 你看很浓稠的 对吧 没有很大的叶炮的这些东西 然后这个就是筛管分子了 很大 然后这个地方就是筛板 这个地方就是筛孔 筛孔的这个结构也是比较复杂的 这个我们就不详细地说了 这是属于植物生理学的研究范围 筛孔 这个半包和旁边的细胞是不同的 那么由于有这种不均等分裂形成的半包 所以说以后我们在组织切片当中 我们要判断这个筛管所带着去的时候 由于筛管的样子和一些薄壁细胞 在横切面上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的 除非我们看到筛板 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切的比较好的时候 刚好就切到筛板了 好 当看到筛板 我们知道这个地方是筛管 但如果你切到这个地方呢 就不好办 其他这个地方有一个好处 我们会看到旁边有一个特别小的细胞 就是我们看到一个大细胞 旁边有一个很小的细胞 那么我们这样看到半包了 旁边那个就是筛管 对吧 我们是通过这样的看法 在形态鉴别上 这样 好 这个是进一步放大 就体现他们之间呢 这个联系很紧密 有包间联系这个穿过 这个是电竞的照片 因为看得到直模 这边是半包 这边是筛管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 这就是筛管 筛管 这是一个 那么筛管和导管呢 有下面几点不同 一个呢 是筛管的细胞 都是生活的细胞 都是生活的 那么筛管的细胞壁呢 是显微素构成的 那么在染色上 我们就看得出来了 比如说我们上次 我们看南瓜的那个 人皮部那个部分 筛管的部分 就是绿色的 然后导管的部分呢 由于木质化了 染成红色的 就是说不木质化 好 两个筛管的横隔壁呢 是有筛孔的 有筛孔的 就是不像导管那样 是完全贯通的 完全贯通的 所以这个是 筛管和导管呢 不同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 另外一个名字叫筛包 筛包是什么呢 筛包是筛管的一个 在研发上的一个 比较初级的一个阶段 它的这个两个筛包之间的 这个端壁 没有套化成筛板 没有套化成筛板 它只是在侧壁上面 有一点筛域 有点筛域 它上面原生质丝穿过的这个孔呢 也要比筛板要小 要比筛板要小 这个主要是在 在罗子之物和绝对之物当中 绝对之物当中存在 就是说 筛包的特化程度呢 没有筛管那么高 没有筛管那么高 就是一个 嗯 筛包的这个旁边呢 没有明显的这个半包 但是呢 你们发现旁边有一些 蛋白质比较浓稠的细胞 我们把它叫做蛋白质细胞 如果这种蛋白质细胞 我们把它抑制了 它死了 那么腮胞呢 也会死 这个是一个 所以这个也是有联系的 那么作为腮胞呢 我们就主要是搞清楚 就是以后在绝对之物 和罗子之物当中 我们就不要去找筛管 我们呢 要去找筛包 筛包 这是一个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 好 收到组织就是这些了 这些了 嗯 这个是我们的下一次 使用当中 我们就要观察的 啊 明天就是了 嗯 然后还有最后一类组织 分泌组织 分泌组织 分泌织 分泌织来的类型比较多 嗯 是分化程度最高的一类组织 啊 那么分泌组织 我们把它下来提议 所谓的分泌组织是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嗯 嗯 所以说分泌组织是指 由能够分泌某些特殊物质的 分泌细胞 它是用特殊物质哈 所构成的组织 这种叫做分泌组织 好 那么这里就有个分泌的这个过程 嗯 分泌是怎么解释的 分泌 嗯 某种物质 哦 从原生自体当中分泌出来 不一定是排出体外啊 它只要是从原生自体 当中分泌出来就行了 为什么这么讲呢 比如说细胞B的一个形成过程 就是一个分泌的过程 啊 就是广义的分泌过程 因为它的弦微素 排出在原生自体外面了 对吧 成绩在那个B上了 所以这是个广义的分泌过程 所以我们这里呢 当然 你不能把每个细胞都叫分泌细胞哈 我们这里主要是说 主要讲某些特殊的物质 比如说我们能够闻到的灰发油 对吧 那个B线能够分泌的糖液 哦 这个我们叫分泌组织 好 之所以分泌只是说它排出在原生自体外 而不管细胞类生物体外或体内呢 是因为分泌组织有下面这两位 就是根据分泌细胞所排出的这个分泌物 它是沉积在植物体内还是排出体外 我们分成两个大类 就是外部分泌组织和内部分泌组织 或者有的叫外分泌 有的叫内分泌 这是根据排出体外还是体内来的 不是以这个分泌组织是存在 生活在这个植物体内还是体外 这个是一个 那么分泌组织经过这样的分泌以后 我们来看一下 是看外分泌组织 外部分泌组织 外部分泌组织呢 那么很显然 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线毛 线毛 像上次我们看到薄荷 大家不怎么理解它这个薄荷 薄荷是这样 薄荷的这个线毛 这个东西我们都看到了 中间有个小圆圈的东西 它的 这是丙细胞 丙 就是 叶丙的那个丙 然后呢 分泌细胞是这上面的 这八个 这表现了四个 八个细胞 形成它的这个分泌细胞 它分泌的产物呢 它是粗藏在这个角质层里面 最外面是一层角质层 它是角质层和这个细胞 B之间的一个空腔 铸藏着它的分泌的 就是我们闻到薄荷的香味的那个 灰发油就粗藏在那个地方 所以地方很鱼笼笼破的 对吧 角质层 所以这个就是属于 这个外部分泌组织 像线毛基本的一个结构 这是线毛 就是有个线体 这个是线毛细胞 如果我们在电竞下看 由于分泌活动呢 是一个比较消耗能量的一个活动 所以说这个分泌细胞呢 它的这个 这个线体啊什么这些东西比较多 生理代谢是比较旺盛的 你看这个细胞核呢 也比较大 因为分泌这个过程 是一个生物合成的一个过程 生物合成呢 需要基因来调控 对吧 所以它的细胞核呢 就比较大 叶泡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小了 比较小 所以这个是属于线毛 如果分泌的这个产物当中 糖分的含量比较高 那么这种呢 我们就叫做密线 叫做密线 密线呢 它比较特殊 它和线毛不同 线毛呢是完全突出在这个表皮细胞的外面 对吧 而密线呢它常常是长在和表 它是有一层表皮细胞 和表皮细胞下面的这些一些特化的细胞 有好几层这么构成的 所以说密线一般长在植物体内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密线 这外面呢有一个出口的细胞 然后下面这些都是属于密线的细胞 密线的细胞 在密线这个下面呢常常有一个微管素 因为分泌需要很多能量 这个微管素里面大家注意的就是 木质部和人皮部的比例 它决定了密线分泌的密支 它的含糖量 如果人皮部的含量高 含糖量可以达到比较高 可以达到百分之四十 有的能达到百分之五十左右 如果是木质部占主导呢 那么含糖量就比较低 只有百分之五十左右 这些 所以这就是那个密的甜度就不同 这个是有研究的 为什么呢 因为密是我们人类的一个资源 那么密线呢一般来讲是在花上 实际上除了花以外 还有很多地方都有密线 就叫花外密线 叶片 有的叶的那个 整个基部有密线 这是一个 所以这是密线 还有我们看那个植物的生活当中 那个捕虫草的 它也长密线 对吧 这是密线 这个外部分泌组织呢 就这么两位 内部分泌组织的种类呢 就比较多 内部分泌组织呢 这种组织本身是分布在植物体内 那么它的分泌物呢 也是不排除体外 主上在体内 那这种组织呢 我们就称为内部分泌组织 大家注意它的形态分泌当中 我们是按照什么呢 从简单到复杂这么来分的 首先呢 它是一个单个单个细胞存在的 没有形成组织块 这个我们叫分泌细胞 好 形成一个细胞群以后 这个呢 我们叫分泌腔 如果 这个群体哈 是形成一个管道状的 这个叫分泌道 最后一个乳脂管呢 是一种很特别的 它里面呢 分泌物是一种乳脂 乳脂呢 就是一种很复杂的一种 乳化 化活物 首先我们看分泌细胞 分泌细胞是什么呢 是具有分泌能力的细胞 当然这个有点忘文生意哈 一般来讲呢 我们还要进一步阐述哈 所以一般来讲这种细胞呢 比较特化 它比周围的细胞要大 这种呢 当然它我们说它是一种组织呢 还不能够连个地说哈 它多数呢 是以单个的细胞 或者细胞团 就存在在各种组织当中 它是用散布的 那么具体的分泌细胞 比如说我们怎么分呢 就是看到它的分泌物不同 比如说就可以分成 它里面是说是油分的呢 叫油细胞 比如说姜 这个姜切断以后就有香味 对吧 姜如果你不切断的话 你没有什么香味的哈 所以这也就是我们以后 在野外采集植物的时候 我们说这个有香味 有的同学就拿 比较懒得这么闻哈 它没有味道呢 我说你揉一下 你把它揉烂了 它因为它是里面是有分泌细胞在里面的 要揉烂了以后才有 这就是分泌细胞 还有就是粘液细胞 粘液细胞就是有的植物啊 你把它揉了以后它滑滑的 这种就是粘液细胞 比如说这个就比较多了 比如说半夏 还有玉竹 玉竹 沾水以后也是比较滑的啊 就粘细胞 丹铃呢 这个就比较多了 就是有的 有的植物的叶片 就是柔子 丹铃就是柔子 我们拿来尝的时候 就比较很色的那种东西 就是说口味很色的 丹铃就是柔子 另外就是柔子梅 柔子梅细胞呢 尝尝十字花刻的植物 比如说我们吃了个芥菜 芥末 就是主要是因为有个 柔子梅细胞 那个很辣的啊 那个辣起来比辣椒辣起来很难受啊 它是使这往上这个 那个拥的那个冲的那种感觉 所以吃了给你们一定要小心啊 就是 所以这些都是以单独的细胞存在啊 所以这个叫分泌细胞 如果是细胞团 它形成组织了 这个叫分泌腔 分泌腔 那么分泌腔呢 就下面两种形式了 我们先看一种融生式的 为什么叫融生式呢 就是原来这个地方有很多分泌细胞 由于分泌产物多了以后啊 这个分泌产物对细胞是有腐蚀性的啊 它就导致这个分 分泌细胞本身就破裂溶解 好 那么就在体内呢 就形成了一个含有分泌物的一个空腔 这个空腔由于是细胞溶解形成的 所以说它的臂呢 就是不整齐的啊 就是很破裂的啊 很碎的这种 好 这种起源呢 我们叫融生式起源 融生式起源 就是把它自己分泌细胞溶解了 产生的 那么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吃的橘子 上面你看那个一粒个个发酱的有点 那个就是分泌腔 分泌腔 它就是把分泌细胞溶解以后形成的 所以这叫融生式 这个主要你看 举个例子就是银香刻的植物 银香刻植物 比如说橙皮 橘叶子上面 就这种 它形成油地以后 比如说银香刻植物的叶 然后透光看的时候 它就是透明的一个亮点 对吧 就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融生式分泌腔 另外一种方式是裂生式 裂生式 主要是在后面 这个我们形成分泌道的时候 在裂生式形成分泌腔的时候 都比较少 比如说金丝陶 裂生式是这样 是分泌物呢 它是注长在细胞间血当中 由于细胞间血当中分泌物注长多了 这个细胞间血就会扩大 就扩大 就像形成通系组织那样 扩大 扩大以后 分泌物注大家的注长细胞间血当中 在这个形成过程当中 由于没有细胞发生破碎 所以说它的这个边缘呢 就是比较光滑的 比较完整的这种形态 所以这就是裂生式 这个呢 我们没有这个图 就是要看金丝陶 还有奇数 这就属于裂生式 但是呢 当我们有裂生式的分泌道 我们看这个分泌道 分泌道呢 就是说 这个分泌组织啊 它不是一个团材状的了 它是一种管道形态的了 管道形态的 嗯 在松柏内 和一些木本的双贼制度当中 这个分泌道的起源呢 就是裂生式的 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是松枝的一个横断面 哦 当然我们要判别它是分泌道的话 嗯 我们要做个重切 对吧 哦 因为你不做重切的话 万一它是个分泌腔呢 对吧 对 那么这种呢 由于它是细胞间歇 你看哈 扩大形成的 所以说这个B就很光滑 对吧 哦 就很完整的一个B 并且呢 分泌细胞呢 就围绕这个周边呢 环绕 好 在这个时候呢 它有个专门的名称 这种环绕着分泌细胞 我们叫什么呢 叫上皮细胞 上皮细胞 这个名称很怪哈 不像个植物的名称哈 哦 就是周围的分泌细胞 这是在分泌道当中 周围的分泌细胞 叫上皮细胞 上皮细胞所产生的分泌物呢 就注藏在这个分泌道当中 注藏在分泌道当中 好 如果注藏的是有树枝一类的东西 我们就叫树枝道 比如说 以前那个东北边烧了个松明子 就是因为树枝道 里面注藏很多的松枝 它就仔细地把它 把周围的木的部分把它披掉 把松枝保留下来 这么点的时候 但是那个烧起烟枝很大的 另外就是灰发油 如果注藏的是灰发油 这个叫油管 这稍微转一下 叫油管 就不叫油道了 如果注藏的 如果注藏的是粘液 就叫粘液管 或者叫粘液道 所以这就是分泌道 最后一种分泌组织 这比较特殊 这就是叫做乳质管 上次我最开始给大家讲细胞的时候 就讲了 有的细胞会很长 为什么呢 就提到这个乳质管 为什么呢 乳质管是一种分泌乳质的肠管状单细胞 它是一个细胞 然后它不停地分支 或者呢 它是由一系列的细胞合并 合并 然后横臂呢 都连接起来 就形成一个系统 那么如果是一个单细胞形成的呢 这种我们叫什么 叫乳质乳管 乳质乳管 如果是这个乳管是有多个细胞 连接起来形成的呢 这个叫有质乳管 有多个细胞变成了 从结构上讲变成一个细胞了 比如说你看我们吃的蜗笋 就是蜗菊 蜗菊 所以新鲜的蜗菊 有了个白色的乳质 对吧 所以你们看那个蜗菊 新鲜不新鲜就要看这个 那么它就有这个 这个就是有结乳管 像大吉鼠的植物 它就有个无结乳管 就贯通的 这就是乳质管 乳质管的成分就很复杂了 有的乳质是甜的 有的乳质是有毒的 有的乳质是种 比如像橡胶 是种很重要的经济作物 所以这个就是乳质管 乳质管 好 这个就是 组质 好 所以组质呢 就是这么一些内容的 六个大类的组质 那么 今天我们的课呢 就上到这里 的 是 这 的 你 也 过去 赵 就 那么 还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